对我来说,我觉得所有毒品都是黑的 都是夜晚的东西 有一点邪恶的 所以我想 我写一个这样的小说关于这些东西 但是我写那些黑暗的东西 邪恶的东西 不是为了让人到黑暗和邪恶里面去 是为了告诉大家还有阳光 有特别多的希望 这是在武汉那个半旅程以后 我觉得我想要的 我现在觉得每个人就都得了一种城市病 就是说,那个城市病就是说 可能你走路的速度越来越快 然后你的脸就越来越直 然后你的笑容越来越没有 很平 然后那个 你每天都得了一种城市病 每天可能吃的都是越来越简单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 就往嘴里喷一点那个营养素 然后可能那个 你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直接 就是说 包括爱情也是 就是说 我没有时间坐在这说 哎呀,如果他不爱我怎么办啊 可能现在人都不这样 现在人就是 你爱我不爱 你不爱 那算了,再见 我走了 然后那个 就是说吵架 哎呀,算了 我忙了 我没时间跟你吵架 算了,你这样的人太麻烦 人其实心里就会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孤独 very lonely 他永远不会那个 他越来越不会打开他自己 他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有沟通 就见面还笑 这种笑可能越来越假 人在这种城市里 就会变得就是说 你没有自己 你就只不过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你就这么大 不过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就会变得越来越南 它越南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就会变得越南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都会变得越南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然后我们就每天来匆匆忙忙 实际上人就变得越来越 原来可能我们大家是在一起的 现在可能我们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那么将来我就是说我 作为一个文化的形象 把茶推向生活的艺术 跟人的生活的艺术在一起 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东西 将来有茶的服饰 穿怎么穿着啊 茶的语言 茶的用 茶的器皿的选择 等等 将来都是我的品牌 就是乔饮茶艺中心 像我一不像早上起来今天吧 是坐地铁到北京站 因为我约好了那个天津的朋友 他们要拿我的茶叶的样品 就是准备在天津的超市 就是推销我们的茶叶 三不像一半一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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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ي围 France 收到的东西 像龙井都是春天的吧 像龙井都是春天的吗 对 全 Russian 是怎么样 这样有一个比较 我们要了解到自己 出去的时候 价格不比别人太贵 也比别人感觉好 就是这样 保证质量上 比他们有一个比较 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 我什么都没有经验 这一套四千二 也不是很贵的 就是它成套 对 它是一个成套的 我确实很贵 每天要跟他家家家 这里找着有点老头 跟这个女孩 有点老头本家 你跟我看 在前面的 好不好 在前面的 上家 上家 我帮她支付 好 谢谢 问房子 说实话 我现在找房子很麻烦 我也很麻烦 因为我不知道 也要跟他合称 还是有自己的 你需要我后代的电影 我事实上 我没有尝试过 跟男孩所合租的 这个问题 我没有过 就是有爱的感觉的 我跟他呢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说实话 跟他合租 我觉得就是生活在一起 肯定有一些不独立 我可以打电话 对 那就行了 然后价格便宜就行了 一句 拜拜 好 我们找房子 找房子很随便 今天我又是到了一个 我在调整我自己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那边的房子太贵 在武道口 一个是西边 然后现在主要是我推 我应该准备做的事情 就是在全部在东边 北京这么大 我要从西边过来打地费啊 这些都要发得很贵的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有房子出租吗 没有 没有的 对 我们这都是直风宿舍 哦 是这样的 对 好 再见 我从头上来了 什么样的家呢 现在 一个要两居室 有两个房间 听说阳光都非常好 然后那个 其实那个房子我还没去看 但他看了 但他满意了 我有所谓 你们一起去吗 一起住 你们两个人 嗯 来 可以就是说让你如果你过度 你打电话找一个人跟你聊 他也可以 然后你有钱你可以再找一个人来陪你 然后就但是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我觉得都是假的 可是我就在那个院子里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那种关系 那种当时我们的那种情感是真的 以前我觉得这样的地方 越来越少是一个破坏 但是实际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因为住在胡同里面真的条件不好 虽然他们有院子可以看见天空 好像舒服 但是没有厕所 他们上厕所洗澡什么的都特别不方便 我只是觉得本来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不是把这些房子都拆了就完了 而是可以把它们修得更干净一些 里面做一些厕所什么的 让他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 但是现在在胡的对面 那边有一个胡在胡的对面 他们做的是把这些房子都拆掉 然后盖一些新的四合院 用很高的价钱买给有钱人 所以最后那只是 有钱人可以住在最好的地方 穷人你们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不公平 这些人已经在这住了几十年 特别对老人来说 他们和邻居有很多关系 他们更喜欢和老邻居住在一起 可以聊一聊天 随便走一走 但是现在他们很多要搬到 北京城外面 比较远的地方去 住在楼房里面 你回了家 就关上了自己的门 你不认识你周围的邻居 但是像这些平方 这些院子里面 你很容易和自己的邻居来往 因为在楼房里面 是好像一个笼子一样 在北京我住过楼房在十四层 你上去以后 不想上楼以后 你不想下楼 你在楼下的时候 你不想回家 因为它就是一个笼子 但是院子里面不一样 院子里面是开放的 你的门可以随便打开 你的头上面有天空 人的 我觉得人的心 会变得更开放一些 你开得更大一些 你更容易接受别的人 更容易接受在周围发生的事情 但是楼房只是 你回家关上门 然后看电视 你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想 人和人之间互相的关心 会变得越来越少 关系会变冷 比如说在胡同里面 有的时候这个家里面人做饭 他请他的邻居来吃 但是在楼房里面 如果你去一个人的家敲门 你说 对不起我刚做了饭 我想请你来我们家吃饭 那那个邻居肯定觉得奇怪 那在楼房里面的生活 只是就只有这么宽 很窄的 在胡同里面可能有时候 也会觉得 我的生活太公开了 所有的人 周围的邻居 都可以看到 我到底在做什么 对这个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有时候我需要 特别开放的生活 别人看到我完全会不会 但是有的时候 我需要把民观赏的生活 做我自己的事情 完全没有外面的东西进来 完全没有外面的打扰 可能有时候需要这样 有时候需要那样 关于这个 我还不是很清楚 比较矛盾的 对就是这样 这么 cool 我们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